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一章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仆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他玛市 生法拉斯和谢拉 法拉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生萨门 萨门从拉荷市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市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王 大卫从乌里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伯安 罗伯安生亚比亚 亚比亚生亚萨 亚萨生约沙法 约沙法生约兰 约兰 约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 约坦生亚哈斯 亚哈斯生西西家 西西家生马拿西 马拿西生亚门 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之后 耶哥尼亚生萨拉铁 萨拉铁生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生亚比喻 亚比喻生伊利亚境 以利亚境生亚索 亚索生萨都 萨都生亚金 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生马旦 马旦生雅各 雅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 从亚伯拉罕到大魏 共有十四代 从大魏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 也有十四代 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 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 想要暗暗地把她修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 说 大魏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 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翻出来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 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她同房 当她生了儿子 就给她起名叫耶稣